您好 歡迎收看2000整點新聞 我是新話 為您新聞話重點 流量訊息 帶您看到 劉家昌與真正的兩岸罵戰再度登場 劉家昌今天又在大陸的微博上面 細數兒子的幾大罪狀 大罵他不孝 詳情交給記者洪怡婷 音樂人劉家昌一號發文 再度開展前妻真正及原名 劉子謙的兒子張立衡 他爆出真正寵快兒子 張立衡從香港的小學被退學後 一路轉學轉到臺灣 一藏就是十六年 而在十六歲時還曾經喝醉暴打警察 甚至真正曾經在北京的旅館 替兒子召集 常文中還指出第一次 他幫兒子出專籍時 並未干涉 找來吳敦幫忙 但成績頻頻 兒子不順心開始酗酒 後來吳敦介紹公司一個女孩給他 劉家昌很滿意 但真正擔心兒子被拐走 請來算命 卻算出女友會客南方的事業 導致兩人分手 接著兒子出了念你走紅 但珍珍擔心他的路走偏 切除所有參與念你的工作人員 案指是珍珍控制了他的工作發展 劉家昌更補充自己被珍珍批評 愛賭 賠掉婚姻 但他表示離婚時留了二十億的家產 猜測珍珍至少敗了十億 對於指控珍珍尚無回應 張立衡則PO文說劉家昌 誣陷自己和母親 搞敲詐與勒索是癡人做夢 母親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法律程序一定會走完 好 家務是一團亂麻難以說清 更何況中間還牽扯到了財務糾紛 不過劉家昌跟珍珍還有他的兒子 張立衡的兩岸罵戰 現在呢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我們的娛樂組的組長 慈音也是我們的康樂股長 來到現場囉 慈音晚安 嗨 大家好 家話 不是 心話你好 我太久沒來了 嗨 大家 好好好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過接下來呢 這個劉家昌跟珍珍的愛恨情仇 真的是局勢越演越烈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自爆他兒子的罪狀 甚至還衝上了微博熱搜 慈音師幫我們整理了 主要拿幾大的面相呢 我先說我今天下午開始知道 他現在微博PO這個文章 我一直滑滑滑 怎麼滑不到底 總共算一下3900多個字 將近4000個字 我剛剛想說好好再拜讀一下 所以你看各位 我印出來是總共要五頁這麼多 我一頁甚至是分三欄呢 你看他講這麼多 所以到底裡面是控訴了哪些罪狀呢 我們這邊有非常清楚的這個 我拜讀之後 取列出的讀者文摘一些重點話要 就是講詞音幫我們畫重點 你到底家昌在氣什麼 對家昌已經不是第一次氣噗噗 這算是他第二次有發這麼長的文章 其實這一次的重點更多 大家要覺得好像更八卦更辛辣一點點了 第一個呢他先罵的就是說 這個珍珍啊他藏了他兒子16年 說那個劉子謙跟我沒有受過教育 怎麼會是 其實一開始他是有先把劉子謙先送去香港讀書 然後還說還請了邵氏那邊去捐一個圖書館才可以進到他們非常非常好的小學去讀書 讀了沒多久之後就發現怎麼又不上課了 然後珍珍就說他感冒不舒服 所以後來又去找了一個上海的學校讓劉子謙 我這邊都講劉子謙啦 雖然他現在改名叫張立恆了 就是要讓劉子謙繼續去讀 結果讀沒多久劉子謙又說 就是又不想讀又開始不上課了 那這時候又把他調去台灣讀書 但也是一直就是他從共從香港讀到上海到台灣到美國的學校 所以那個他爸爸劉家昌才會說這16年來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育 第一點這就是他罵了 這邊已經罵了大概四五百個字了吧 然後接下來呢再說 就是劉子謙呢就是除了不愛讀書之外也很愛玩 所以呢他就是又買了名車 雖然劉家昌有跟珍珍警告說你不要買太多車給他 又很容易出事 果然呢第一次買車的時候就已經好像有出過市 第二次呢這個珍珍是買了一台寶石捷給他 結果買了寶石捷還真的出事了 為什麼因為他就開車結果出車禍 而且還傳出車上載的是這個大陸國家領導人的兒子 那通常是曾經重點過的這新話 是不是只要跟國家領導級的人的人混在一起 是即使出事都會被戳掉 就是有的時候事實的會被和諧掉 對所以這件事其實到今天 劉家昌講了之後大家還想說原來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微博很多人就討論說 欸所以是大家應該更好奇的是 到底跟他一起當時開車出去的是哪一個兒子 這是他第二個爆料的點了 第三個呢又說 喔這個劉家這個劉子謙啊曾經未成年就酗酒 酗酒就算了還大鬧這個酒吧 而且當時坐在他旁邊的是誰 是一個公安局的局長 他這個根據劉家昌他自己的文章裡說 對方是浦東公安局的局長 還直接拿酒瓶把他給K破頭 這件事也是隱藏到現在大家才知道 那接下來這第四點 我今天這個很多的話題 這個新聞報導的標題就是用這一個了 就是說這個劉子謙當時去北京呢 宣傳他的唱片的時候 這個他媽媽真正是有幫劉子謙有招記的這個行為 那其實在大陸喔這個招記是不合法的 最近也是常常看到欸有一些大陸藝人 可能就是有這個行就是 呃性交易的這個行為 所以就會被抓去關 所以劉家昌說他其實是有點先底牌的 他覺得這一次忍無可忍 才會把這個隱藏多年的事實都講出來了 最後一個是喔還說 因為劉子謙就是一直很失控 所以當時劉家昌就跟他其他的一些 唱片圈的好友就討論說 欸那是不是就乾脆讓劉子謙交一個女朋友 然後鬧上媒體版面 這樣媒體可以順便監督劉子謙的交友狀況 所以他就接著交了 對方好像也是一個算是有頭有臉 你要是在唱片圈相關人士的女兒 劉家昌非常喜歡這個妹妹 就覺得欸還不錯喔 但是呢他根據劉家昌自己也說吧 他說真正不喜歡 真正呢好像就是怕這個女生會把劉子謙給拐走 所以喔就開始去算命 然後以算命的這個說法去挑撥離間 跟這個劉子謙說啊這個女生不好 他會讓你的這個心路不順等等什麼什麼的 就把人家弄分手了 劉家昌就說人家是個好好一個女孩子 你都可以弄成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四個他數落真正的部分 最後一個呢還說喔這個因為劉家昌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也是出道很久手上捧紅了很多無數個明星 也當過電影導演也寫過歌 所以其實版稅收入都蠻高的 這身家自己說有20億 但是呢因為真正之前就一直爆料說 劉家昌好賭成性 這一次劉家昌也不忍了就說我20億家產有10億是被你敗掉的吧 你看這邊我列出246總共6點 這4000個字裡面其實就是這6個重點這樣子 洋洋灑灑這麼大一片已經佔據媒體非常多的版面 一開始我們都試圖要聯絡真真跟兒子這個劉子謙都沒有回應 後來呢兩個人都是在他們的臉書自己發表了回應 首先呢是劉子謙先先毀了啦 他就說這劉家昌這些說法們根本就是故意用來勒索的方式去敲詐 然後他在罵他說這根本就是吃人說夢 還說其實這個媽媽早就已經表達說了 法律程序一定是會走完 所以就是沒有要因為這個爸爸說的這些話就會可能 欸守守之類的 過沒多久其實真正又打破沉默也說了 甚至他用非常重的四個字說是寡連仙恥 對然後其實這個上面沒有提到的是呢 真正後來還說如果你對自己這麼有自信 那你應該去江西大陸那邊的司法院 他說你去那邊啊去好好的把你之前做過的事 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並且還說其實劉家昌這些行為都已經違法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其實受傷的是誰 其實只有劉子謙 好的我講到我口有點渴了 把這四千個字終於好好的整理完了 確實喔這個洋洋灑灑啦 其實他整理出這些罪狀 我覺得對於不管是劉子謙以後在社會上做人 還是要重新付出進入演藝圈都是很大的殺傷力 因為光是這個從事性交易 在大陸會被列為劣跡藝人 是會被這種廣電總局封殺的非常的嚴重 還有這些不法的行為 還有國家領導人 這也是很多大陸網友關注的點 到底是哪個領導人出事了 所以這個話題呢 其實沖上了對岸的微博熱騷 而同時呢我們線上的網友William 也抖內了150元 我們請慈音幫我們念一下 看到國家好久不見真的是好久不見 所以剛剛就有點緊張不好意思 抖一把雞排珍奶宵夜基金 也慶祝我們的化妝點 溫入半週年了 謝謝謝謝 然後謝謝慈音 還有我們的TVBS編輯台 還有我們的彭內攝影大哥 以及我們每次常常來幫我們對談 聊時事的所有新聞部的同仁 我真的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讓化妝點新聞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繼續請慈音帶我們來看到 其實珍珍呢 算是一代的女明星 而且是大明星 但她過去似乎也曾經出書 細數自己的感情落 其實珍珍今年已經80歲左右 但是其實算是她現在這幾年亮相都是短髮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還是比較資深的感覺 其實她在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 當時還被說是第一代的窮瑤女郎 漂亮到什麼程度 其實她是有兩任婚姻的 在劉家翔之前她的前夫是 謝霆峰的爸爸謝賢 而且謝賢是 珍珍根據她自己的說法是她的初戀 兩個人在20幾歲的時候 這個珍珍的時候是拍電影去認識謝賢 所以兩個人因為拍電影相識 然後拍沒多久呢 1971年是合作電影去認識對方的 然後在1974年就跟謝賢閃電結婚了 而且傳說那時候要結婚了 那個珍珍還怕媽媽會生氣 所以是瞞著媽媽偷偷去結婚的 結果沒想到才剛辦完這個結婚手續 媒體知道了 爆出來了 媽媽氣得要死 但後來還是算是成全她們了啦 只是這個閃婚也閃離 這婚姻只維持兩年多 1976年就離婚了 離婚的原因之一呢 就有說是因為劉家翔的關係 其實劉家翔在珍珍結婚之前 也是有前一任婚姻的 可是那時候因為珍珍就是非常的漂亮 她在年輕的時候呢 長得是非常的有氣質 眼睛大大顆的 然後瘦瘦的 然後笑起來啊 都很有氣質 所以除了迷倒謝賢之外 也迷倒了當時已婚的劉家翔 所以傳出這個珍珍跟謝賢 當時已經快要離婚的時候 劉家翔啊 還曾經有一次呢 是去直接跑去珍珍的拍片現場 把她拉到樓梯口 然後偷情她一下 珍珍還想說 嗯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但也是那時候可能就是跟 這個劉家翔開始有認識了 後來呢 她跟謝賢離婚之後 就跟劉家翔也越走越近 啊劉家翔剛好那時候也離婚了 所以兩個人呢 後來就結婚了 在美國登記結婚這樣子 不過其實雖然她這個 珍珍跟謝賢是閃結婚 但又閃離婚 但兩個人其實關係 一直都還是友好的狀態喔 不然這個珍珍 怎麼會在她自己的自傳裡 還提到謝賢 她其實還是有說 她有點後悔 就是離開這一段婚姻啦 覺得年輕真的是太衝動了這樣子 而且兩個人感情好到什麼程度 也不是說感情好 就是還有在聯絡 因為呢 珍珍就是發了她的自傳 是在台灣有舉辦簽書會 記者會 謝賢還特地從香港飛來台灣 替這個珍珍站台 可見他們其實算是還是有聯絡一下 彼此的感情啦 但看在劉家翔眼裡 剛剛就不是滋味 就還說離婚了還在講這個 怎麼還會講前夫的事情呢 所以當時好像也有在媒體上 也是有罵了一下下這樣子 那對 以上是這個珍珍的情史的部分 後來跟劉家翔結婚過後呢 就沒想到就是發現 這劉家翔好像嗜賭成性 後來維持不到幾年 也婚姻破裂 但是是隱秘的離婚 沒錯 因為就是他的兒子 對 然後結果沒想到最後還是公開 然後演變到現在 變成撕破臉的結局 也會讓人覺得是蠻唏噓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兩性關係 還有父母關係中的破裂 受傷最深的 我覺得往往是中間的孩子 也就是劉子謙 過去的劉子謙 現在張立衡 而且其實新二代 又是大家備受矚目 會被放大檢視的一個族群 在十多年前呢 他也念你出道的時候 詞音剛好有去專訪過他 那個時候的張立衡 也是過去的張立衡 現在的過去的劉子謙 現在的張立衡 你的印象是什麼 那他當初走紅的方式 據說是黑紅嗎 當然 因為其實大家說到劉子謙 我們現在還是同意講劉子謙 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可能比較印象 是這個名字啦 當時大家應該一想到他 就是想要念你這一首歌 那一句歌詞真的是太洗腦了這樣 那時候他那一張專輯 是其實是他的第二張專輯 說到劉子謙為什麼會進入唱片圈呢 其實他是有這個音樂的背景 因為後來大選呢他是到美國去讀音樂學院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底子在的 那在像他爸爸劉家昌嘛 也是寫過歌 也捧紅了費玉琴啊 林青霞啊 鳳飛飛哇 這些天王天后 都是算是拜這個劉家昌為師父的 所以後來當然啊 希望他兒子也是繼爸爸的這個路嘛 所以可以去唱片圈 一開始劉家昌發的第一 不是對不起 劉子謙發的第一張專輯呢 叫做Mr.Y 當時他是簽約華納唱片 也算是非常大的唱片公司喔 不過當時可能覺得 欸怎麼好像雷聲大雨點小 大家知道喔他是劉家昌的兒子 可是歌曲好像沒有走出圈 沒有紅出來這樣 所以傳出後來劉家昌的覺得說 我自己的兒子我自己捧 所以第二張專輯呢 才會改由他就是來親自去製作 就產生了這個現在洪到 現在又讓大家重新再回味的這個念你 你的專輯名稱是叫感動 那大家就覺得那時候會叫黑紅 因為就是歌詞洗腦之外 這個唱腔啊 有人說是刻意的啦 就是很鴨子嗓啊 然後就是故意唱得有點舞音不全 那時候還有被就是改編成海綿寶寶版本 所以才會因此在網路上很紅 還穿著在香港 在那年代是有賣到15萬張實體專輯 其實銷量是真的不差的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黑紅 再加上因為爸爸那時候都是一直捧他啊 陪他去開記者會啊等等的 所以也讓他貼上了爸爸 就是這個靠爸族 對這個標籤 不過當時劉子謙算是蠻高EQ 他說沒關係爸爸開心就好 所以大家想說欸父子感覺感情很好啊 那一陣子劉子謙確實因為這首歌 開始有上通告曝光率高一點點了 不過他上一張專輯就是在這個念你之後的兩年後 當時大家都想說哇延續著念你的氣勢 你應該就是可以繼續紅了吧 不過當時根據我去採訪的時候 感覺的出來劉子謙他面對這個媒體的態度 雖然都是有問必答 只是他的態度就是有點說 喔對啊我就發了專輯 喔我就是公司叫我怎樣我就怎樣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在focus他的戀情 他都說喔沒有啦沒有戀情 有的話就好就可以干的出來 他的態度就是很隨和 好像有點沒有什麼主見 大家就覺得他怎麼擺佈他他都OK 所以後來珍珍呢他自己就是接受他自己有在臉書有一次就爆料 就說其實會發唸你這張專輯 根本就是劉家昌逼劉子謙發的 所以當時劉子謙就其實已經做得不太開心 甚至是不太願意的這種狀態 才會讓他後來可能覺得已經對唱片全有點絕望了 近幾年可能大家是注意到劉子謙就是張立衡的時候 是要用這個名字去拍罪夢者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Netflix的台灣自治劇 對跟張紹權 就是也是算很蠻厲害的卡斯一起合作 但也是很可能當時那一部戲的風評評價沒有很好啦 所以張立衡是有點可惜沒有再繼續 這個在演藝圈發展下去這樣子 嗯所以其實新二代要承受蠻大的壓力喔 就是成功的話就是很多人追捧嘛 就說有其母或有其父必有其子或女 但是同時呢如果不是胭脂過硬或是才氣過硬 十分敬業的話也會被大家一一來解釋 所以真的是新二代呢闖淡演藝圈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可以看到近期也是被家人拖累 歌手朱海君傳出現在他要付出了嗎 對我今天看到也是有點嚇到 其實一開始是先有他的身旁的朋友就說 因為大家都想說NONO都已經就是前陣子有被北檢 去可能調查要去問訊等等的 所以那朱海君就一直就等於說 這個他們家裡的經濟重擔 全部都在朱海君身上了 因為NONO他的雞排店那甚至他現在通告費 全部都沒了 所以只靠朱海君偶爾會接接商演 那一場商演價嘛大概十幾萬二十萬左右 那可是他最近也是曝光率那麼低呢 他怎麼活下來呢是不是要離婚了 大家身旁的朋友是非常堅定的說 他們不會離 甚至還有一個說法是說 可能是要等到司法判決之後 如果真的NONO做一些什麼事 可能到時候再考慮這樣 但有一說是現在朱海君是搬回良家去住了 就是也可以好好冷靜一下 但說到朱海君 大家說是不是有付出的可能 因為在10月底的時候 看見他出現在屏東 那為什麼他在屏東呢 是因為他在錄一個就是友台的節目呢 這節目就是會到可能中南部啊 去這邊做一些表演等等的 而這是10月28現身的時候 大家也有嚇到 不過因為節目錄影嘛 都是先錄呢 會什麼時候播呢 會不會把這段剪掉呢 電視台也算是保密到家都說 還不確定什麼時候播等等的 不過最特別當然就是 這算是他捲入放播以來的 第一個電視通告 過去他是只有可能出席一下商言 就是可能兩三首歌唱完 就離開現場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 這個行為是不是有可能是想要 試水溫的這個意味呢 所以是格外受到關注的 那其實朱海君今天就是會登上媒體版面 是還有一說是 因為他跟他的唱片公司合約 年底就要到齊了 他跟豪季唱片 其實合作了十幾年非常久 那也幫就是豪季唱片 幫他製作過這麼多首台語專輯 讓他拿了金曲獎 但是現在出現這個風波 所以就是傳出年底 這個合約可能會到齊啦 不過豪季唱片公司 今天是有回應說 目前的工作是一切照舊 所以不否認也不承認 可能就也是在看看 這個風向輿論怎麼吹 那另外還有他這個之前 這個生技公司大家也很關注 所以今天就有個說法說 那生技公司原來是跟他的親戚一起開的 不過後來因為帳目的關係 好像沒有分不清 所以後來朱海軍也決定不想管了 但也讓他賠了幾百萬 可能也想說是親戚以償 所以也沒有去告上法院等等 就當作自己摸摸鼻子認賠了 所以在賠了這些投資的錢之後 然後自己事業遇到這個低谷 所以對朱海軍來說 今年賞必是真的不太好過 嗯確實 尤其是這個官司還在進行當中 而且上回NONO呢 接受檢調調查的時候 甚至還有進入這個溫馨市 來脫衣驗明證聲 所以其實外界也很關注 這個指控者到底屬不屬實 這個身體特徵是不是有符合 也會成為檢調去整辦的一個有力證據 我覺得這樣總總的消息 對朱海軍來說 也是承受很大的壓力 對那我們今天也謝謝慈音康樂鼓掌 今天來現場陪我們聊娛樂 來看整個娛樂新聞史事的脈絡 然後洞悉娛樂圈的動態囉 我們謝謝慈音 謝謝大家 謝謝新話